- 歡迎收看阿龍的夜夜秀,LB。- 嗨。 難得穿上藍色的衣服是怎麼回事? - 你在COSPLAY是誰啊? - 雖然沒有黨主席送我iPhone手機,但是一身藍,然後又是年輕女生,應該很明顯吧。 - 沒錯,因為國民黨其實也沒什麼年輕女生了。 - 讓我們掌聲歡迎徐巧欣! - 歡迎,歡迎,歡迎。 - 巧欣,巧欣得第一。 - 唉。 - 沒幾個年輕女生,我數了一下,還真的沒有。 - 是不是。 -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徐巧欣,巧欣是國民黨年輕一代聲量最高的政治人物。 - 她目前呢,是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。 - 那也在日前呢,黨內初選擊敗了費洪泰。 - 明年呢,將代表國民黨參加信義南松山區的立委選舉。 - 現在民調第一嗎? - 這個不能說,總不能跟大家講說問贏的。 - 哦,要謙虛一點。 - 要謙虛。 - 省慎樂觀,要講一些比較官腔的話。 - 可是謙虛很不像你的風格耶。 - 欸,也是。 - 大贏15%這樣可以嗎? - 開玩笑。 - 其實今天我們很擔心你。 - 嗯。 - 就是怕你遲到啦。 - 對。 - 因為想說附近停車位蠻難找的。 - 對。 - 你有停在紅線嗎? - 還好這裡有地下停車場。 - 而且,在發生紅線微停事件之後, - 我已經立刻把我的手鏈換成什麼顏色? - 綠色的。 - 好,綠色保平安。 - 綠色是原亮的顏色。 - 等一下,你可以這樣做嗎? - 你手帶綠線,你是間諜嗎? - 不是。 - 還是你也是墨綠的。 - 沒有,我沒有柯文哲這麼厲害。 - 就各位還記得小星微停的新聞嗎? - 因為是這樣的畫面嘛,來看一下。 - 對。 - 對,是這張圖嘛,新聞畫面。 - 對。 - 非常的模糊,因為這個應該是監視攝影機拍到的。 - 是。 - 然後呢,這個車子被打馬賽克, - 我跟你講,如果沒有打馬賽克更恐怖。 - 因為全部都是撞爛的。 - 誰撞的呢? - 我載下我本人,馬路三寶。 - 之後呢,這個事情發生之後,我就再也沒開過車了。 - 但我們做了一番研究,我們找出了那一家你下車買早餐店的商家。 - 真的嗎? - 她現在已經搬到內湖了。 - 我們特地買過來。 - 這是小星的維庭餐。 - 這個紅茶,就叫做維庭紅茶。 - 那這個鬆餅也是值得維庭的嗎? - 鬆餅還好,就是。 - 怎麼樣,有想起那個對警察的怨氣嗎? - 一樣的美味。 - 但是呢,今天沒有人問我,我沒有跟別人說,你好是徐小星。 - 也不用回去再講嘛,對不對? - 不用回去再講,現在就可以講。 - 你在其他節目說,你製成一個動物,叫做蜜歡。 - 對,蜜歡。 - 什麼是蜜歡? - 蜜歡呢,就是一種小小的動物。 - 然後呢,牠在非洲,而且很少動物園有養。 - 為什麼呢?因為太難搞。 - 然後呢,牠會把眼鏡蛇當辣條吃。 - 碰到獅子的時候呢,也會直接咬上去。 - 所以呢,有一句話叫做,生死看淡,不服就幹。 - 是蜜歡的名言齁,也是我本人的名言。 - 給大家看一下蜜歡是什麼樣子好了。 - 嘿,很可愛喔。 - 其實超級不像的。 - 很可愛喔。 - 我們有查圍基百科。 - 是。 - 他說蜜歡非常喜歡吃蜂蜜。 - 對。 - 我們有準備蜂蜜給你。 - 喔,謝謝。 - 謝謝,這個蜂蜜是。 - 好,謝謝。 - 那呢,我跟大家講,要吃蜂蜜的話,就要搭配。 - 這是我在。 - 這是我在上海迪士尼樂園。 - 哇! - 大家知道。 - 等一下,等一下,你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嗎? - 等一下,等一下。 - 等一下,一座,我提醒你,你是國民黨的喔。 - 是是是,所以貿源要壓低一點,你知道嗎? - 而且不能跟你們說,你好,我是徐曉星,好,這個。 - 所以就是我呢,在上海迪士尼樂園,再講一次,上海迪士尼樂園, - 精心挑選,再戴回台灣的帽子。 - 今天第一次戴。 - 上海迪士尼有賣小熊維尼? - 欸,有,而且小熊維尼還很受歡迎,我本來要排隊跟他拍照, - 結果,呃,大排窗,要排兩個小時,我就放棄了。 - 那你要現場吃一下蜂蜜嗎? - 現場,這個,以小熊維尼的,裡面有蚊子啦! - 欸,等一下,變主要去公園了啦。 - 欸,真的有蚊子耶。 - 欸,真的有蚊子耶。 - 欸,真的耶,真的耶。 - 我避過蚊子的部分好不好,對不起,對不起。 - 那些蚊子也是有豐富的蛋白質嘛,蜜蜂應該是非常喜愛的。 - 喔,真的吃了,哇。 - 妳很瘋欸。 - 我還好,我還好,蜜蜂比較瘋。 - 哇塞,妳剛剛戴那個維尼帽吃蜂蜜,我沒把它截圖寄給國民黨喔。 - 妳不要寄給國民黨,寄給國民黨沒有用。 - 要寄給習近平。 - 等一下,我搞不清楚妳的立場是什麼了。 - 等一下,公民黨的黨內人士是同意這句話的嗎? - 我管他同不同意。 - 生死看淡,不服就乾啊。 - 哇,欸,妳真的看得很淡欸。 - 那如果真的寄給習近平的話,那個主旨要打什麼? - 主旨就說,有人在模仿你。 - 這樣可以嗎? - 完了,完了,我覺得妳差不多可以準備交到民眾黨了。 - 呱吉也自稱蜜蜂。 - 哇,真的嗎? - 妳們還有聯繫嗎? - 沒有。 - 因為上週,呱吉參加了許淑華的肇事晚會,有shout out妳。 - 沒錯。 - 她用了什麼詞啊? - 她說什麼? - 美曠玉夏。 - 美曠玉夏是嗎? - 但是終於輪到我可以來diss呱吉了嗎? - 可以。 - 我等待這一刻已經很久了。 - 請diss。 - 請diss嗎? - 就是呱吉他過去跟我們說他要做民主開箱。 - 結果呢,開箱了四年跟他議會同事,我只看到了民進開箱。 - 然後呢,他說2020年,2022年的選舉的時候說,民進黨最邪惡的組織是英系。 - 可是他又說我們要含淚投給陳時中。 - 然後他也告訴我們說呢,他要幫我們一起罵蔡英文,罵民進黨。 - 結果呢,現在發現呢,他說賴清德的老二爭香。 - 但是關於這個部分,我個人目前是苦無證據。 - 哇,他一定會走心,你知道吧? - 因為巧心真的就是一向以敢言出了名嘛。 - 那之前呢,其實你私底下也有檢舉過傅昆琦會選。 - 對。 - 對,然後呢,結果你的名字,直接被黨內的同仁給公開了。 - 是,那個時候呢,我就是看到呢,他們在選舉的時候有送那個醬油嘛。 - 我想說哪一排的醬油這麼厲害,我怎麼都沒有送到。 - 就立刻呢,用網路去檢舉。 - 結果檢舉之後呢,沒想到我的名字就被公開出來說,是許巧心檢舉的。 - 然後那一天,好多人都拍拍我說,沒想到有今天吧。 - 就後來看了看,想了一想就想說,那民進黨有煎鮪魚,會不會再過幾年,國民黨就有豬心計劃。 - 很危險,瑟瑟發抖。 - 可是真的有很多號稱年輕想改革的國民黨人員,現在退黨加入民眾黨。 - 你沒有想過走這條路嗎? - 沒有耶。 - 為什麼啊? - 因為我希望我造勢場合可以很多人。 - 因為國民黨有錢對不對? - 沒有,我們要組織。 - 有組織,有八百壯士啊,親戚婦女協會啊,一叫人就來了。 - 總不能說我現在還要24小時直播吧。 - 哇塞,有備而來耶。 - 那你可以教我們到底怎麼跟那些頑固的老人溝通嗎? - 其實就不要甩他就好啦,想做什麼做什麼,不爽就把他幹掉啊。 - 你覺得這樣子好不好? - 那會不會最後國民黨只剩下你一個人啊? - 沒關係,我跟你講,至少會有很多女生。 - 現在國民黨裡面我們都號稱一句話是, - 女生比男生屌。 - 男生很多都是廢渣廢物型的。 - 女生都在前面衝鋒現身。 - 所以貴黨國民黨現在的女力其實比男生還強。 - 對啊,什麼柯智恩啊,王玉允啊,盧秀燕啊,一個都比一個強。 - 比較軟爛的就像是蔣萬安啊。 - 喔,沒有開了笑。 - 等一下,等一下。 - 請問蔣萬安哪一個部分軟爛? - 欸,我跟你講。 - 女性生氣了,女性生氣了。 - 很好奇,很好奇。 - 好,那蔣萬安還算強硬。 - 那其他人就是軟爛的男人嗎? - 侯友宜,趙少康。 - 喔~~~ - 是嗎? - 跟我比起來是偏軟爛一點。 - 哇塞,你就是開始... - 國民黨高嘉宇。 - 欸,我跟你講,好險現在登記時間已經過了。 - 不會再出現一個藍營無心帶。 - 好嗎? - 好,因為我們有發現,你今年的生日派對,你竟然嘗試了脫口秀。 - 是,因為我平常呢,在家裡很喜歡看脫口秀。 - 你喜歡看誰的? - 柏恩。 - 開玩笑。 - 開玩笑的。 - 張,謝謝,許小溪。 - 真的,正真開玩笑。 - 開玩笑的。 - 好不好。 - 喜歡的是那個Ronnie Chen,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。 - 你這時候要講我了吧。 - 還是講別人嗎? - 對啦,我有看,我有看。 - 欸,那現場要來幾段? - 因為聽說你當時寫稿寫很多。 - 是。 - 有一些沒有講出來的。 - 對。 - 這樣可以來跟我們講講。 - 好,沒有問題。 - 掌聲給許小溪。 - 謝謝大家。 - 大家好,我是你們最熱愛的紅血女孩。 - 不是,是紅線女孩,許小溪。 - 不瞞大家說,我很佩服賴清德。 - 她的主張叫做維持現狀。 - 真的維持得很好。 - 我說的是她家的維健。 - 好,你們有沒有看那個花園。 - 不夠漂亮。 - 還應該可以烤肉BBQ。 - 那維持什麼呢? - 維持缺電嗎? - 維持貪污嗎? - 維持高房價嗎? - 而且什麼叫做美德贏台灣? - 民進黨才不是綠色。 - 現在是桃色。 - 特別是趙天霖,真的是不倫不累。 - 搞不倫,永遠不會累。 - 趙天霖這麼愛喝花酒, - 她才應該叫酒妹。 - 她應該要帶他們民進黨組織部的主任啊, - 穿民進黨的制服去拍奢華酒店vs平價小吃店。 - 至少在那裡出生的小孩是真的made in Taiwan。 - 謝謝大家,我是徐曉昕。 - 那這一次你的政見我看了一下, - 其實你有一個主導的很有趣, - 是你想要改革NCC。 - 對。 - 可是馬上就想到一件事情, NCC其實管不到網路節目。 - 還管不到,是還管不到。 - 之前差一點就要管到了, - 好險沒管到。 - 所以你是支持要管網路節目嗎? - 我當然是反對啊, - 因為大家知道嗎? - 你們有看過一張梗圖是, - 我在直播裡面比中指嗎? - 然後把那個中指給他麻塞克麻掉。 - 所以呢,如果數位中介服務法過去, - 真的通過的話, - 那可能賀龍還沒事, - 我已經先有事了。 - 所以呢,我想數位中介服務法的存在, - 會使得我們在很多網路上面的發言被限制。 -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絕對會反對的。 - 可是現在也沒有過啊。 - 還好沒過, - 那時候是拼了九牛二虎之一, - 才讓他不過的。 - 你們知道嗎? - 我們在節目上面一般的電視, - NCC有管的電視, - 它是會跟你一張紙, - 然後跟你講說有些話不能講, - 狗關不能講, - 王八蛋不能講, - 這個雜碎不能講, - 全部都不能講。 - 你看,這些都不能講, - 我們熱龍夜夜宇還要講什麼。 - 對,真的。 - 被你講中了。 - 對嘛, - 所以呢,網路的管制, - 我們是一定要嚴格的禁止的, - 不能讓這樣的法律通過。 - 那除了NCC之外, - 你還有其他主打的政見嗎? - 其實很多, - 包含是要打擊詐騙。 - 打擊詐騙是一個很重要的, - 因為這幾年來, - 包含是網路詐騙的部分呢, - 增加了非常多。 - 那呢, - 你看,我又要拿出我的白寶袋了。 - 我自己個人也有被網路詐騙的經驗。 - 我把它擺在這個賀龍的桌上好了, - 一支一支擺出來。 - 有一次我在網路上面呢, - 買東西, - 好像是買一個要擦車子的吧。 - Oh, by the way, - 我現在用不到了。 - 然後呢, - 它就是到貨付款嘛。 - 然後我就去那個Seven零貨的時候, - 一千一百塊錢。 - 我想說買那個擦車子的。 - 大小看起來差不多, - 確實我有買這個東西。 - 結果呢, - 我付了錢拿回家打開之後, - 是十支這個, - 檯面上這個。 - 十支。 - 十支檯面上的這個東西。 - 你看他的表情, - 簡直在羞辱我。 - 簡直就是笑得我心裡發寒。 - 簡直就是在說, - 十支老師你是智障嗎? - 怎麼會花一千一百塊被我詐騙? - 哈哈哈哈。 - 所以你有十支這個。 - 我有十支這個, - 擺在我家的這個展示櫃上面。 - 而且它還是黃色, - 這種實地黃。 - 實地黃。 - 你知道十支已經比現在實地黨員還要多了嗎? - 哈哈哈哈哈哈。 - 等一下, - 裡面應該沒有黃國昌吧? - 這個是黃國昌。 - 看他旁邊的民眾黨, - 欸,加入了喔。 - 哈哈哈哈哈哈。 - 好, - 那, - 因為你要防詐騙嘛。 - 對。 - 我覺得這個精神我是非常讚許的。 - 嗯。 - 不過我們還是要知己知彼, - 百戰百勝。 - 我們先來練習一下, - 到底要怎樣的情況下才會說謊。 - 我們準備一個道具。 - 今天道具也太多了吧。 - 是一個測謊機。 - 喔。 - 我們現場考驗一下, - 徐曉星會不會說謊好了。 - 好, - 好。 - 我這個人最誠實的, - 怎麼會說謊呢? - 好。 - 這個不會電。 - 這個不會電。 - 你要會電還是不會電? - 我當然要。 - 欸? - 欸? - 欸? - 應該可以被電吧。 - 你也很常被電啊。 - 如果我這麼不會說謊。 - 通常都是我電別人。 - 嗯, - 謝謝。 - 因為我們議員嘛, - 所以都是我們電別人比較多。 - 那所以。 - 你就隨便忙按一個,好不好。 - 我隨便忙按。 - 對。 - 我這個聽起來是會電的。 - 感接受挑戰了,小新。 - 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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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- 等一下呢, - 等賀瓏問完問題的時候, - 我按這個之後, - 你再幫我回答。 - 好。 - 對,然後而且手要貼著, - 我看你手是這樣子。 - 你現在超怕的。 - 就是賀瓏夜夜秀, - 都喜歡電給我叮噹的, - 就是這樣子。 - 許小新, - 你現在的工作是台北市議員嗎? - 喔, - 我現在的工作是台北市議員。 - 好,OK。 - 沒事。 - 欸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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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。 - 好啦, - 她那個程度不大。 - 她的意思是說, - 我未來就要是立法委員了。 - 怎麼了? - 她現在怎麼了? - 剛剛是OK的嗎? - 剛剛是OK的。 - 妳沒有被電到對不對? - 我沒有被電到。 - 那就沒事。 - OK,好。 - 好。 - 許小新, - 你是不是偶爾, - 偶爾沒人看到的時候, - 還是想要停紅線? - 我的, - 已經很想要停紅線。 - 但是我現在已經不開車了。 - 欸, - 欸, - 這是真的耶。 - 很誠實耶。 - 一個綠燈。 - 我現在已經全身冷白了。 - 要全面。 - 好好玩喔,再來。 - 許小新, - 妳是不是也曾經 - 看到韓國瑜的發言。 - 想說, - 她在攻三小。 - 呃, - 我覺得是。 - 好,我覺得, - 我承認好, - 我之前都覺得說, - 到底是在攻三小。 - 但是, - 哇, - 兩個綠燈耶。 - 哇, - 超誠實。 - 更確定。 - 但是我後來看到, - 趙天嶺真的上了愛情摩天輪的時候, - 我才知道韓國瑜說的一部分是真的。 - 下一題, - 許小新。 - 是。 - 很多人說, - 蔣萬安很帥。 - 嗯。 - 妳有沒有曾經覺得, - 也還好吧。 - 我沒有曾經覺得, - 我一直都覺得, - 還好吧。 - 哇! - 又更確定了。 - 謝謝。 - 那你們覺得黨內最帥的是誰? - 黨內最帥的人嗎? - 我覺得應該是謝龍姐。 - 就是比較有性格你知道嗎? - 然後也比較這種強悍的感覺。 - 散發出, 散發出有年紀的男性的成熟的魅力。 - 欸。 - 妳是不是剛剛沒有講講萬安, - 妳就沒有什麼人可以挑了。 - 幹嘛揭穿我? - 好,下一題, - 許小新。 - 妳真心認為, - 侯友宜選得上嗎? - 喔! - 這一題。 - 欸欸欸欸, - 我還沒有回答。 - 這一題就算是說謊了, - 也要被電,也要選試, - 覺得他會選上。 - 喔, - 自己被電了。 - 各位觀眾, - 掌聲謝謝, - 許小新。 - 感謝,感謝。 - 感謝,感謝。 - 很痛嗎? - 我會了。 Cat 网红拐